304为什么会生锈呢 它的304不锈钢 通常都会被认为是最耐腐蚀的金属 然而是所有情况下都不会生锈吗 那今天我们就看看 是什么样304不锈钢可以这么耐腐蚀 又是什么情况会使它在生锈呢 304不锈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 奥氏体不锈钢之一 它是304不锈钢 它是一种含有个痕液的奥氏体核心 那这些核心元素会在金属的表面 形成一层非常薄 而且是无色的三氧化二个的钝化膜 使得304具有了优良的耐腐蚀性能 而在正常的环境下 即使钝化膜被破坏了 它都会自发性的再次形成 但当暴露在某些环境条件下的时候 它并不能完全避免生锈 例如钢材暴露在高腐蚀性环境中 像沿海地区 化学物质或污染物含量高的工业区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就可能会开始生锈 特别是304不锈钢表面有损伤或者是划伤 而这个时候 起到保护作用的钝化膜不能进行自行修复 这个伤口就会形成水气和氧气渗透的入破点 从而导致金属生锈 这种腐蚀在金属的表面会以褐色斑点 或者是条纹的形式出现 如果处理不当 最终会导致点蚀或者生锈 那这张图片显示了刚才在南非海滩附近 腐蚀性极强的环境下 为期20年的耐腐蚀研究结果 可以看到316的寿命是碳钢的9000倍 而傲视体不锈钢的寿命只是碳钢的3倍 那如何防止304不锈钢生锈呢 一种的方法就是定期的清洁不锈钢 这将有助于防止金属表面出现污垢或碎屑 因为这些污垢和碎屑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导致氧色或者变色 而且要尽量保持金属表面的干燥 此外可以考虑使用密封信或者是涂层 这将有助于保护金属 免受环境中的湿气 或者是其他腐蚀性的物质 造成了进一步的损坏 总之如果我们注意保养 那还是能够延强金属的使用寿命的 那这就是我们对304 为什么会生锈的一些总结 如果大家对304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话呢 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